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9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 刚才看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 还有凤凰网报道的有关孙志刚被判刑的消息 上一场曾经讲到了 那么你们仔细看看他的照片 受审视的照片 你们发现了什么 你注意看他身后这个人 一个年轻人 就孙志刚站着的地方 戴着眼镜 后边这个人 一个年轻人也戴着眼镜 你们仔细看一看 看见没有 后边这个年轻人戴着眼镜 和这个孙志刚长相 几乎是一个脸 看见没有 你就从鼻子 嘴 你可以判断是他的儿子 对吧 穿了一个衣服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标志 那个标志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像炮罗或者是其他的 你看 他的面部表情是很郁闷 很这个郁闷 肯定他爹判这么重 他肯定很难过 心情很复杂 由此推断 就是说他这个虽然判了无期徒刑 判了私管 而且还附加了一些 不能减刑 不能假释这些事 但是这个对他们家人来讲 应该是如释重负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他没判之前 官媒报道 他这腐败金额是多少 八个亿 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以前哪有这么多的 而且这里上一场我讲到了 还有一个词 就是为什么要给他判成 从款处理了 没判死刑 他就讲 监狱孙志刚受贿犯罪中有 未遂情节 那就等于说这是习近平 操控中纪委 为了惩罚他 参与了余生生政变 推翻自己的意 给他进行重权出击 也就是说虚构 夸张 渲染了他的犯罪的事实 为谁吗 对不对 上一场我讲到了 然后呢 你想他这么大一个事 政治原因 而不是经济原因 他这个派刑的话 作为家人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掉了脑袋 因为你掉了脑袋 一旦判死刑了 脑袋不可能再砸出来 是吧 人就完蛋了 像胡昌清古就是 所以呢 他家人肯定今天 你看后边这些 他的家属 那后边都是他的家属 没有几个是什么记者 编辑不太像 应该讲就是 中共讲这个就是 犯罪嫌疑人 他现在不是犯罪嫌疑人 判完就罪犯的家属 他们享有一些权利 什么权利 旁听 就庭审旁听啊 这个也得保证 保证啊 这一点呢 你再比对一下 这个余文生和徐二 余文生徐二也是 这一两天判的啊 徐二判了一年零九个月 余文生又判了三年 你看他们是什么事 他们的所谓罪行 就是什么欧盟 这个 政要来 对不对 那德国的政要来 他们两个人呢 要搞个座谈会 他们俩受邀请去参加 途中被这个国宝抓走 刚开始 关亚在北京看守所里 后来给放到苏州 第一看守所 余文生是第一看守所 徐二是第一 第五看守所 你看 夫妻两个全抓全探了 你看他们呢 你看有庭审 照片没有啊 家属肯定不让参加旁听 他的家属就是他的儿子 十八岁 九个警察到他家去宣布就是他 他爸 他妈被抓了消息 给他家属沉重的精神打击 这小孩几乎都疯了 对不对 因为他很小 你别看他十八岁 十八岁也是父母 那些都是一对夫妻 夫妻一个孩长大的 过去爸爸妈妈都是关爱有家 对不对 另外余文生 就是刚判了五年 刚出来 对吧 徐二是接回到家里团聚 还没几天时间又判了 这小孩 对待小孩的待遇 和这个孙志刚家人 完全不一样 你方法发现 对吧 根本都没报道 也没有这个更是谈不上什么照片 对不对 你看孙志刚这个 他虽然判的是比较重 但是呢 你看他这个照片当中 给你体现什么 就是说他的家属可以旁听 当然他家属也不敢发言了 不敢出城 那么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想法 就是什么 你看他这个家人 就是你发现贪官污吏 被判刑 他的家人 和这些反对中共 异议人士 就是批评中共这些人的人士 有相当大的本质不同 从他们的家人来讲吧 孙志刚的儿子 我推断 他现在他爹怕了 这是怕了 这个死活了 还不能解析 不能假释 他肯定也很生气 很有一些 他不敢表达 而且他很可能不恨共产党 他只恨什么呢 恨对立派 他很忧本的恨习近平 因为他肯定家人知道这个内幕 对吧 多多少少知道些内幕 为什么呢 你想 他这个儿子在他爸当官这么多年 那过的日子一定是非常自论 咱倒不一定说是以概而论 就是他也是借他爹的招牌 是搞一些什么非法活动 但咱倒不敢这么讲吧 因为咱不了解 对不对 也可能他儿子比较本分 但是从他内心深处 他肯定赞助体制 赞助共产党领导 因为共产党领导有利于他 他爹 你看 这个当这么大的官 身为书记呢 绝对在贵州呢 都赤煞风云的人物 对不对 这头走那头乱颤 对不对 即使退下来也是享受着穷者机遇的生活 可以这样讲 那么他现在肯定从现在开始他改变了 怎么改变 他恨就是习近平 但他未必恨共产党 这是相当大的问题 这是我推断 基本都是这样 你看那些贪官 你比如波西来的儿子 他保证不恨共产党 他恨什么 恨习近平 尤其恨胡锦涛 团派整 对不对 那习近平还拉拢他的 还得给他点活路 对不对 这些官员的家 家属 你发现一个特点呢 因为 虽然他们在政党当中失败了 所以失忆者 但是他们往往对体制没有反思 就很多个不恨共产党 就这一点 你看 你就可以看出 就是中共很会拉拢这些贪官 就是官员 对不对 他就让你参加旁庭 而且他爹你看出来以后还穿这个夹克 还是官方发那个夹克 是吧 就国务院那个夹克 对吧 那衣服 然后你看戴着眼睛 头发 还可以拘油 对不对 他的头发要不拘油 也和我一样白发操 对不对 和我年龄差不多少 你都很难看 你还可以拘油 头发型 着作 还戴着眼镜 最起码这一瞬间 就出庭这一瞬间 还给人好像保护了 就是保证了犯罪嫌疑人 现在不是犯罪嫌疑人 是罪犯的 就基本的外在的这个形象吧 咋到不说了尊严 这肯定是 对他也是非人的折磨 是肯定了 但是你看表面就比这个许燕什么 这个游文生这个哪有视频的 图像都没有 许志勇丁家习 你更不用讲了 现在压在山东 是吧 还有就更多的这些作文字语出来的 是吧 你想你想本人当年 当年就家人要旁听的时候 还被这个大连的 就是这个法院的警察 他倒没打吧 腿腿伤伤的 就是给我太太这个后背 都长得都受伤 他给你拖出去 就你进去旁听 他给你拖出去 不让你听 但是你看他 他对这个孙志刚的家人 对不对 因为这后边这个脸 你看就是孙志刚才儿子 保证这没有错 那自己说旁边那些女性啊 年纪比较大 有可能是他的其他亲属 因为他亲属很多 对不对 家属都是这样嘛 出了大事以后 都是这个很关心自己的长辈的前程 他其实来这些人呢 就关心死不死 只要是没死 对贪官来讲 对于官员来讲啊 尤其是政治案件 他其实是个政治案件 他之所以倒入 不是因为他 你想他退了多长时间都没事 为什么现在有事 那就是因为他在余政生的策略下啊 他跑前跑过来进行的一场 就为了救党的兵别 他失败了 但他讲不出来 他不让你讲啊 作为一个利益交换 就是你不得协助这个机密 但是咱还给你就是 也别整得太极端 因为得看政治老人的面 我估计余政生 还有一些元老那些 什么贾庆林啊 曾庆红啊 江泽 江泽这个曾庆红梦建柱了 什么就是这些 温家宝了 李立法康都缺席 哎呀 千万别杀了 杀不好 大家都很有意见 这做错了 他们的确是 就属于搞了非得翻党的活动了 那处理完就完了吧 我估计这种事 暗箱操作的故事 八九不离时 我推断 给他施加压力 他又不敢给他判死刑 再加上 这本来这个八个亿 就是画个大饼 我这么想 他整个八千万这种 是货真价实 你要说他八个亿 我不太相信 他能整八个多亿 对不对 你看以前那些抓那个官员 最多就是那个 吕良市那个市长 是吧 就搞了 山西省那个是吧 他搞了六个亿 还是四个亿 对不对 因为什么 这个为谁的 今天这个表述已经暴露出 这个案子是有水分的 但是你有苦难言 因为什么 最起码你没死 对不对 对他官员来讲 判就是二十年 和判一年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这就看下一步 他家人为什么现在 还用户共产党 他不会公开战术来反共 对不对 那是因为他想 说不定哪天 你戏平垮台 就抓起来 我爹这个势力再上来 对不对 余政生的势力再上来 一翻就给放了 对不对 因为你看他这个 不得假释 不得保卫 不得解刑 你看哪有一个是 不得保卫救医 没有吧 不管是白安培 秦光荣 以前判这么孙力军 什么 等等吧 这些官员都是这样 这是什么 这是都留小后门 因为你就像过起来 在重庆的时候 抓这么多黑社会 老大当时他不就讲 永远不减刑 让你一辈在监狱待着 结果讲话没两天 他自己就抓钱进监狱了 人那些黑社会老大 虽然也都没放 没平凡 但有的人也减刑 也出来了 你李军不是回去以后 到现在还在搞房地产 到湖北 我看到失守时 还和当地干不起 四查也没事了 你看还有以前 那个就是河南 出来的那个谢建生 那不也是追逃 现在不也回去做生意了吗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司法 它不是独立 是官员就是掌控 官员你变化 命令变化了 和他受其牵连的 具有一定内斗色彩的案件 就可能就要改变 所以这是他今天家人 现在我分析的是 是比较准确 就是他家人现在 心里这个一个想法 对不对 你在看就是批评共产党 这些要这个颠覆体制 改变共产党统治 尤其像余政生这样 非常坚定的 就像余文生 余文生不是余政生 这种斗士 你看他的判刑就非常的严厉 就是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个暗箱操作 他这最新码还带有点 就是公开宣判的色彩 确实是 你看还有照片 还有录像 还有这个文字 家人还可以旁听 你看余文生 徐彦这个 那哪有 对不对 你想余文 你想徐志勇 丁家喜还在里边 还有高智慎都找不到了 放了以后又找不到 对不对 还有一些放了以后 也是没有声音了 你想王藏放了 也放了 也没有什么声音 那么刚才我看到 他海外微圈网报道 说这个徐彦派了 一年九个月 我算了一下 一年九个月 应该现在已经放了 放了呢 我估计还会对他进行软禁 对不对 同样是由这个监禁变软禁 就像对待我 就是06年月份释放了 释放由于是看到09年了 三年以后 他才能让我离开中国 对不对 那就算是 借助于中共内斗的 这个缝隙出来 因为当时 省委书记是李克强 你要如果省委书记 还是不进来 你再也出不来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 中共利用这个司法 他同样在整肃一些对立派 这对立派是个大概年 包括一些官员 和一些议制人士 但是他的策略 说法还是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 你通过这些东西 这些情况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的司法 它不是独立的 就是一个官员 一个浙亚老百姓的一个工具 维护他统治的一个工具 对不对 他想怎么样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说今天这个孙志刚这个案子 我觉得大家还值得仔细去分析 去观察 还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细节 另外呢 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认为用一个词叫尘埃落地 就官员只要一判刑就尘埃落地 那你说错了 有的一判完以后就回家了 你判完以后 如果说你后台硬挖了 一保卫就医的名义 第二天就回家了 换装在家带着也不出来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然后进去以后 什么时候减刑的 什么时候死在里面 什么时候放的 你也不知道 都是暗想操作 因为什么 像他这样的官员 现在你把他当成一个焦点人物 对不对 大家都关心 谈一谈 过两天 还有比他官大出来 比如又审判 魏凤和和李尚富的时候 你就把他给忘了 当你把他忘了以后 那么 中共的各级官员 就可以围绕这个事情 可以做文章了 包括家人 可以去看他 也可以通风报警 包括他的家人 再怎么没收财产 手里 收拾罗子比马大 还是有钱 有钱贿赂警察 还能过得挺好的 然后过几年 等当到人们 关注度很低的时候 是吧 敲不敲声 就以保卫就医的名义 也就放了 你想这个年龄 你说他有病就有病 又说没有病他就没病 这个年龄虽没有病 对不对 如果说再过几天 习近平被抓了 这像上一场讲的 军头们现在的力量走强 把习近平抓了 那说不定还翻过来了 那余正生一句话 骂他 这个志刚拿去了 干活给我放 那马上就得放了 是不是 这就很难讲一下 未来是什么结局了 好 谢谢 再见